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大哥 我是你的女仆吗 24小时在线 为你提供专属服务啊 哎呀慢点慢点 再见 来来来 再说 这不已经有人来了吗 柯达 余昊他 不是吧你 你都跟人家那样了 现在还娇羞干什么 我哪样了我 好 这样啊 你还拍照 你什么时候拍的 我就好奇嘛 我就说我东西丢了 让服务员开门 我进去看个影 你什么病 你什么 他呀你 别动 别动 余总 我已经联系医院那边的熟人了 你先冰敷一下缓一缓 然后再去医院吧 我 我 我没什么事 那个天也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好 那你记得去医院 你说你们吃个番茄炒蛋 都吃床上下来 现在还装什么呀 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啊 有什么事 对吗 对吧 那边 outputs 啊 你之前不知道是番茄炒蛋 那你以为是什么 我 我 我知道了 你以为是 可蓝 他以为床上是 我这个外甥没什么经验 超害羞的 所以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 对对对 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恭喜 没事吧 别乱动 好像 没那么疼 好 我送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 应该没什么事了 下午你就说不去还说我吓你 结果怎么样 又伤了吧 在死撑着不去医院 万一伤到了腰椎呢 伤到腰椎 我现在肯定弄不了了 你这人怎么那么强 为什么非不肯去医院 你就是了 不是我医院 我真没事 你 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走了 万一你更严重了呢 我都说了我没事 我每周都不坚持健身 这天小伤对我来说根本就 别乱动啊 我对照顾病人很有经验的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那你给我加班费就好了 你个大男人 你怕什么呀 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放心 我对纯情小男生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给你做点东西吃 你家厨房在哪儿 我家没厨房 没厨房 假如一个厨房按实际的使用面积 既使用四十年 摊到一万四千六百天 每天的固定成本就要四十三块八毛四 加上菜油燃气的成本 每天至少七十块 还不如加外卖 如果一个洗手间按实际的使用面积 既使用四十年 摊到一万四千六百天的每天固定成本 二十一块九二 公共厕所一分钱也不用花 你为什么要在家里装洗手间呢 那行为不方便而且很不爽 你能不能别毁销逻辑 计算经济账不能代表所有问题 舒爽愉悦方便这些感受 都是经济账散不明白的 泡面素食快节奏 可是也能有些方法让它变得更有营养 没有灶 那就用最原始的办法 烧开水泡 冰水过凉口感更好 加入料包后 开水和牛奶一比一对入 有牛奶的鲜香又不至于有奶腥味 拿水泡面 牛奶泡面 牛奶泡面 大厨也是人 也会放个架 煮个简单的泡面 老板也是人 也会受伤 需要休息休息 牛奶加泡面 这什么样要的 您知道 你试试呗 你不是只要能吃饱就行了吗 是不是还挺好吃的 怎么样 外卖可教不到这样的食物 不愿意玩用上厨房吗 如果有厨房 能有更多这样的惊喜 不愿意玩用上厨房 你不愿意玩的话 今晚你睡地板吧 软床对腰不好 再开门 慢点 好 conspiraj 来 拿 乌 我就在客厅 你有事就叫我 早点休息 你怎么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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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管 明天上班不许迟到 公关预算要过 完结 合同准备好 做好了 老板 这次又要催什么文件啊 是 还说赵国人 总会不说一声 你没事吧 你腰还没好你干嘛乱动啊 坐 坐 我 我给你带了早饭 我在你家楼下买的 我在你家楼下买的 走 我面对赵国人 家楼下买了 我给你带你带我 你带我相当地点 我给你带我这儿 可兰 这么早干嘛呢 妈 你吓死我了 我才也被你吓死 你昨晚几点回来的 妈 我来不及了 我给你做了早饭 你自己吃啊 我走了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熟度的蛋 所以要了一个全熟的 要了一个溏心的 快尝尝 不错 哪家买的 就路口那家 不过那家只做六点以前的生意 嗯 对了 小杨今天请假 你帮我叫个车 好 去哪儿 公司 老板 老板 你都这样了还去公司啊 就不能在家好好休养几天 把腰养好了再说吗 等公司倒闭了 多的是时间好好休息 你不叫吗 那我自己要 我的位置 起开 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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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开 你有什么东西我做 疼疼疼 这 你喝多的时候 可是发生好多事情啊 你说你要是去上班的话 那万一这个视频 不小心传到公司的群里 威胁我 那儿干 我来 我来 老板 我是为了你好 你要是不想严重到去医院的话 就好好在家养伤 这我帮你取消了 好 你好 苏小姐 替你下单的人在备注里面说 让我确定一下你能不能接地 怎么啦 余总 我进来啦 你来干什么 你 好点了吗 你带记下来干吗呀 你带记下来干吗呀 做饭啊 你家什么都没有 我拿什么做饭啊 你公关部总监 工作那么清闲吗 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浪费啊 现在已经下班了 是我自己的时间 我要干什么 是我自己的事情 余总你好像没有立场 实责我浪费吧 好 况且 这周你要录制节目 不还得学做菜吗 您这腰的情况 也不适宜转去老宅 我新背的这些学习资料 是为了节省我们双方的时间 如果您还坚持吃泡面的话 那我现在走也可以啊 准备做什么菜 来 就有吃的 不方便给您带来 吃的 打扰了 我自己回去吃 我把门给你们关上 两五枸杞猪骨汤 养生滋补 地瓜饭补气强肾 搭着酸菜鱼 增加食欲 还有一点青菜 清爽没有负担 快吃吧 不吃凉了 你有吃啊 不吃了 你自己吃就好 我要回家陪我妈妈吃饭 你真不吃啊 不吃了 我觉得和家人吃饭是一种仪式 它会让每天有某一时刻 变得和其他时刻不同 空虚的人 才会用仪式感来满足自己 那请问 纳斯达克上市 发文件和股票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敲钟呢 难道那些去敲钟的人 都空虚啊 好 这么理性的 你慢慢吃吧 我去举行仪式了 passions 怎么了 应该吃午饭了 一试感是什么呢 小王子李小狐狸说 如果你说你下午四点钟来 好 从三点钟开始 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 时间越临近 我就越来越感觉到快乐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 每晚的晚餐时间 便是我的幸福 这样的幸福 你也会期待吗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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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靄 睡觉 视频 你这是要教学吗 节目主题出了 还没有 不过 有一个万能应对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有一个选择永远不会做 火锅 享受食材满桌 有座庸江山般的满足 奶白的古汤锅 红通通的蘸水 等食材一熟 众人得令万快齐发之时 打了 你来我往 畅快淋漓 无论什么喜好 火锅都能满足 无论什么主题 火锅都能试用 古汤锅照顾口味清淡的朋友 那辣就放在自制蘸水中 可以了 你来炒吧 五成熟油 下入葱姜花椒和八角 香料的味道就进入了油里 我来吧 油不能以下放 油温降到六重热 浇三分之一热油在辣椒面上 香吗 嗯 是不是很想吃啊 现在你还觉得 这是空虚的人才有的无聊仪式感吗 这个油还要加吗 等油温降到四至五成熟 再全部浇入 让香味慢慢地释放出来 焖一下 更香了 给 吃饭吧 今天一起吃啊 我给我妈妈做过晚饭才过来的 所以晚了一些 毕竟一个人吃火锅有点太寂寞了 好 余先生你的快递到喽 好 一个人想送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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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嘛 还说啊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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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快点 你怎么那么磨叽啊 是不是哪了 快 里面怎么有声音啊 里面有声音啊 余总你开门了 有声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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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射了啊 我还射了 这就是我超喜欢的 今天这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看这个灯子 你看这边那个 那样鲜花 余总 一个人是火锅呢 怎么又冷我呢 我不习惯一个人吃饭 好巧 我也是 你也有幻想中的伙伴吗 我的伙伴叫T娜 你的伙伴叫什么呀 我没想到啊余总 还有这边呢 好了 好了 拍摄计划 开始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好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 做一顿饭 交代突然造坊的朋友们 要用家里下一个食材哟 没错 这衣柜 它是会睡里面吗 是我 什么情况 节目组怎么回来 我想问你呢 那天为什么不拦着我 再也不喝那么多酒了 这回是玩意大了 你干什么呀 不好意思啊余总 我 我找厕所 找厕所 厕所在哪儿 余总 你在跟鞋说话呢 我 我 我在跟我幻想中的朋友聊天 她说她最近有点寂寞 我就知道 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嘛 好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换个衣服 换 换衣服 换 换衣服 嗯 快 做什么菜 火锅吧 嗯 刚做过 主题也扣得上 我刚做过一次吧 嗯 为了拍摄 你不还得再做一遍吗 倒有什么都可以 但是那个蘸料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记不太清楚 你重新编辑一下 微信发给我 还有 那个陈词也不太够 也多你一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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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摔了一跤 手机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什么 余总 准备好了吗 马上 傻了吗 干什么呀 赶紧找这个 就说帮助好 把苏克莱越过来呀 把苏克莱越过来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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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有期待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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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吓死我了 你怎么又来了 好 占料发言的关键词 帮我写的被我录虑 好 筷子加起食材入锅 十五至三十秒 是肉片压长的等待时间 一至三分钟 是豆皮藕片的等待时间 十分钟 是肉丸肥肠的等待时间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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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三个空间不许学拍照 拿手机 为什么在衣柜里啊 你别等我了 忍一下 肯定会有点烫 自己截一下 手机呢 我手机到底去哪儿了 好 谁要你静音呢 如果不是静音 那就会被发现 那问题不就更大了吗 所以不是应该庆幸我 开了静音吗 天也不早了 你要是再不回去 估计你们还有担心了 你等一下 这个备用机也先拿着用 等明天 阿姨来打扫入卫生 应该能找到你手机 哦 谢谢啊 那我明天再过来取 哦 明天不用麻烦了 这段时间你也挺辛苦的 我腰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嗯 公司见 哦 哦 哦 好 公司见 对了 嗯 那个 这么晚了 你也别系公交车了 挺不安全的 你 打车吧 车票 公司给报销 好 作为公关部总监 老是把时间浪费在路上 性价比 不知道 好 好 毛肚七上八下 数着树 越来越临近八 随着香味的扩散 幸福和期待 也渐渐满溢出来 最后 厨房店 凉了光 一天天水管 一点点温暖 吹烟万万 也没剩什么菜了 我给你煮了碗面 银砰乱着端发 轻轻拨着吉他 冒一 刚晒过阳光 暖暖让人心安 天色漫漫就暗 七上八下的期待 你也有了 这就是你喜欢的浪漫 一点点喜欢有着你陪伴 一茶一饭渐渐淡淡 一心一愿问着你说晚安 一年年一生一世 朝朝暮暮平平贯困 天天一起吃饭 天天都问你说晚安 你碰碰乱着短发 轻轻拨着吉他 毛衣刚晒过阳光 暖暖让人心安 天色漫漫就暗了 时光却不相散 这就是你喜欢的浪漫 一点点喜欢有着你陪伴 一茶一饭渐渐淡淡淡 一心一愿问着你说晚安 一年年一生一世 朝朝暮暮平平贯困困 天天一起吃饭 天天都问你说 在这之后 公关部邀请 德性宇场的老板 过了时间过来公司考察 你去沟通一下 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好的 拜拜 苏可兰 同样的 真凭那老板过段时间也会来 你也去跟我等我一下 好 好 郭东说 联系好了 他们说下周过来 周姐 这 这个我没细问 几个人过来 我没问 怎么过来 郭东说话 他们坐下周三下午三点的飞机 大概晚上六点的 一共来五个人 我跟他们说 我们公司会派人到机场街 他们计划来考察两天 具体的行程等到了之后 双方再商量 为了工作方便 我建议把他们安置在公司附近的国际酒店 如果 余总您没有别的要求 别的问题的话 房间最好 今天就能预订一下 瞭解 跟与官一人建议 假认你们是老板 你们会升谁的枝啊 你手机会找到了 在我家沙发下面 你手机会找到了